邮差跟病患都不会太容易瞄的 这个局面我认为是很容易平 但是也很难赢 带的是一刀跟什么呀 底牌吗 一刀跟张狂 他是这样子 这样地图呢 你说他厉害吗 他有上下坡 但这样地图呢 就他那种 就是那个路啊 比较窄 雕刻家很容易就是 对吧 贴边夹一下贴边夹一下的 然后我是觉得阿福就不要带 不要带一刀 他带个底牌 这样的话这个局很有机会 就是前期我抓人抓到了 对吧 中期到时候切技能的话 他可以切其他的了 切个传送也好 控场 然后切个失常踹机子 他带的是个传送 打个传送雕刻 打个传送雕刻 那我觉得阿福这把有点难打 没闪现开第一刀的 他带的是张狂一刀 他肯定是要带传送的 他可以带传 他可以带 他可以带传 他带传为什么打呢 他带传宝瓶打 然后让自己的队友去三跑 因为出去的人厉害嘛 他其实是可以这样子打的 我觉得就是 还是想不带碗 这也要看 就各有各的好吧 上来抓 那应该是硬着头皮抓病患了 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不能换了 你觉得他抓病患这把胜率多少呀 我觉得不能抓吧 这个上二楼直接飞出去 你可能没看过病患的二楼飞吧 我看过但是他没办法了 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换了 他没有办法再去换 这时候你传送传谁 人都找不着了 但是阿富没上去 不是 他这个时候不抓 不抓那个病患 他没人可抓的 你传送去抓昆虫难抓 你抓邮差 邮差了 那如果能跟他秒到的话 还真不错 应该不可能秒掉的话 没雕像了 还行 看后续的雕像 我当时觉得他这边 就是再不能抓 他也只能抓了 因为他回不了头了 不过还好 这边邮差是 这个叫交友加空了 这个叫我再撞上来 撞上来了 没有刚才邮差 这个交友加他会死一闪击 但是他现在没有雕像了 昆虫也来帮忙了 昆虫又来帮忙 再吃狗根本走不动 不是我想说的就是刚才邮差 没必要去来保放这下狗 来吸引这边的雕刻家的 这个病患本身就不好抓 刚才病患已经拉很远了 其实这个邮差过来是有风险的 刚才差一点秒了 秒了的话 这把阿福节奏就好了一塌糊涂了 对对对 对吧 因为刚刚你看到他投了一个坟场 这边邮差就想放个狗 去保一下这个病患 风险太高了 其实这波是看阿福给机会了 而不是说其中的这波 对不是油差保的好 而是阿福这边雕像没有能补到 对对对 那这把的电机节奏 看情况的话来讲是三台 现在三台还行 阿福有挽留的话还行 还有保平的面 因为这油差二六不太溜着洞的 这个是一个差一刀到二阶的雕刻家 所以还好 我觉得保平还能盘一盘 打一刀 他这边打一刀 我就打一刀 然后对雕像噼里啪啦打就好了 这边二阶了 这啥呀 这昆蟲 这个油差走不了 雕像应该是可以带走的 二阶雕像 还有一个马上能蓄赏了 博命应该是撑不住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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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还行 前锋的话距离有点远 前锋是想撞旧吗 没必要撞旧吧 这个人其实可以卖掉 我觉得MRC这边可以卖掉 不要撞旧 要么就拖一拖看 有机会拖一波 要么就卖掉 看见前锋了 那手里面两个雕像 一轮 打断了 夹子打断了 那个球 出大事情 为什么要救呢 其实可以不救的呀 对吧 人类打得太赶了 你知道病患在脸上修 就是证明人类很想三叔 赶紧赶节奏 前锋救人 但是他没有想过 已经二阶的雕刻家 在雕刻家手里救人 很困难 对 这样的话还压到一台遗产 外面机子差好多啊 他们只想到了 这个就是想到了上线 可能救下来 电机勉勉强想想够 但他没有想到下线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放雕刻 就上来就说了 这个怎么会 搬红夫人放雕刻的呢 这个我也没想通 为什么要放红夫人搬雕刻 不是搬红夫人放雕刻 对 而且刚才其实 就是还有一点 就是那个邮差 邮差就病患 如果说刚才 比如说这边抓病患 病患倒了 说不定手里面 还有一个那个钩子 那还能溜一溜什么的 邮差被击倒了 这四抓了 差一差满机 对啊 他们打不了 蛮可惜的吧 我觉得他们在战术的 一个安排 决策上面 这局选择上面有点问题 这没了呀 牵起来 往拉开机子放一放 然后耳铭有了 挂应该不会挂吧 挂应该不会挂 你当时是不是还觉得 有机会能多跑 能前面抓这邮差 对对对 确实 就我们出上机要来看 其实拖的时间很久了 因为这边牵着时间很久 确实是有机会的 咱俩肯定看 求容者有面多 数面多 确实当时有面多 但是到后面的话 没有电机了 剩下一台电机 病患在脸上半血修 不可能说 对 就是当时其实应该怎么样 就是前锋站在旁边给压力 然后躲雕像 不要去救 让外面的两个队友 把机子秀完以后 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去保平 然后阿福如果说 突然之间迷了 给机会了 那你整个多跑 这样是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其实我认为 刚才他们输的点 你可能没注意 是不是那个昆虫 去摸病患了 如果说当时那个情况下 不摸全部感激的话 我觉得应该比 刚才那个节奏要好很多 因为他们没想到 有台流那么久 是 他们首先是没有想到 如果说刚才是 全力感激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一波的时候 已经够了 因为你要想昆虫摸病患 得摸多久 跑都得跑多久 中间能跑 将近一台的电机 摸在摸在那个跑足 但你要考虑一点 就是他摸好了以后 是病患救的 如果没摸的话 前锋来救 他是从哪里过来 来不来得及 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就昆虫救 其实 那就压满救也行 我觉得 我说的意思就是压满救 救一波套个薄命 后面前锋死保就行了 一定不够 起码是个平局 我觉得也行 需要赶电机 电机最后很多叉异谈 不是 这个都不是关键 我就觉得第二波前锋 不要去救了 一个二阶雕刻家 就是你能偷 但不要去忙 你可以偷一波 比如说这边雕刻家 去抓这个病患的病患 不是半选吗 在前面 对吧 这个就是感 我当时感觉 甚至可能就病患来勾引你 然后前锋从后面绕过来 偷偷的把这个油柴给捞了 捞了以后 再拉一波 就把这个雕刻家给撞了 撞了以后 油柴拉走了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从那正面过来 硬冲 就有点过了 你说我那个假设 假设一下 如果说都在修机吗 你那个假设 你那个假设 是一个三人开门站的假设 最后升线台机 前锋就一波对吧 有昆虫 有前锋 你觉得就是 要保 把这人保下来 好保 我认为好保 因为 因为当时肯定是没有二阶的 咱也看了 刚才是没有二阶的 不知道 他打一个插刀 因为无法确认到底密码机的进度是如何的 所以说就盘不出来 因为他这个没摸 你要考虑的是 这个病患是半血 他要考虑什么 头一个坟场病患会不会被秒 这个都不太好说 没二阶不好秒 不好说 我不知道 这个我盘不了 我得看这个机子才能去想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